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今年很难得 今年还有2月29号呢 所以呢 我们等于是连续放三天 那今天大家在线上相见呢 真的很感恩哦 连续假期还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那我是没有连续假期啦 我星期 我3月1号我就要到高雄去讲课 跟菩萨们分享这样 今天节目当中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也是我上个礼拜到三重园区 跟我们慈激家人分享的主题 大家在这个画面上看到 写的是上人的远见 莫忘那一年回顾921 为什么我要讲这件事情呢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印象 在过完年之后那个礼拜 有一个网路上非常有名的人 他呢 在YouTube上面呢 录了一个影片 他批评我们慈激在921没有做什么事这样 那当然呢 我们基金会就很快的 就发出了新闻稿 跟大家说我们做了哪些事 这件事情呢 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 因为呢 以我的年纪 今年51岁 所以921大地震 我是印象非常深刻 而且那时候我是新闻记者 所以我也进入灾区采访 很了解那个时候台湾 遇到的状况是怎么样 但是 我那个时候是新闻记者 可是我不知道慈激 那个时候做了什么事 所以虽然我加入慈激十几年 可是对我来讲 我是921之后才进慈激的 我还不是921之后进慈激 我是921之后很多年 我是2003年进慈激的 那921是1999年 那这就表示 我们慈激的委员 慈程委员们 只要是应该是 我们就说他是30岁以下好了 可能都35岁以下 可能都对921大地震 印象不深刻吧 是不是 更何况 我们在921大地震的时候 因为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所以也有很多的委员 慈程师兄师姐 是在921之后 加入了我们慈激的 菩萨道的行列 也因此你说 这个YouTuber呢 他批评慈激在921的时候 没有做事 这对我们台湾很多的委员来讲 对他无法对外解释 因为他可能自己都没经历过 好比说我 我是因为在做内容的人 所以我知道慈激 我后来借由工作上 我了解了慈激做什么 可是如果我是921之后才加入 921之后很多年才加入慈激的人 他因为慈激每天 全世界各地有这么多的事情 可以让我们知道 可以让我们模仿 让我们学习 所以你就不会去想到 那么多年以前的事情 我们是怎么做的 对不对 那更何况一般民众 一般民众 现在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应该都对921没印象 所以这个YouTuber 他在网路上说了慈激 在921没做事这件事情 那对于那些年轻人来讲 他是这个YouTuber的粉丝 所以他当然就直接信了他的话了 然后我们是不是 完全没得说 因为这些人没有印象 他等于是一张白纸 就被落下一个痕迹 说慈激在921没有做事 但这就是我看到上人的神奇 上人在两年前 就跟我们大家讲 要我们莫忘那一年 要让我们去 让这些资深委员们 好好回想 在921那一年 大家做了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人文 真善美的菩萨 这个时候就承担了 非常重的重责大任 比如说我们回到了 当年我们原建的51所的 希望工程的学校 比如说我们又去重新采访了 当年做在921当中 做各种不同勤务的师兄姐们 然后参与921的师兄姐 她开始慢慢的回忆 那个时候我做了什么 那个时候我做了什么 其实我们慈激人就是三轮体空 付出无所求 什么是三轮体空 就是我做完了就忘了 而且我也忘了我帮助了谁 而且我不求他的回报 也因此如果人家突然大在问 他突然一时讲不那么完全 人家就会想说 对啊你没做什么 所以你想不出来 实在是因为事隔很久 需要一点时间回想 所以上人呢 才给我们两年的时间 慢慢的去回想那一年 把所有的细节 然后邀请大家来座谈 每个人一点加一滴 你一言我喻语 就拼凑了当年的 还原了事实的真相 而且还找出了许多 当年被慈激帮助的人 甚至很多人 现在都在我们置业体服务 所以上人的那个远见 让我们大家 不但把这个历史 重新的从我们的脑海当中翻出来 还把它变成了文字 把它变成了网站 把它变成了影片 让我们可以立刻就回忆起来 所以当我们这一次 遭遇这个网络攻击的风波的时候 我们可以立刻拿出来告诉人家 我们做了什么 而在过去这一年 大家有在看大爱台 有在看基金会 各种专题的报道的时候 你就会都开始一点一一的了解说 慈激在921那年做了什么事 所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教育 就是就算我们三轮体空 付出无所求 可是美善的历史 真真实实的慈激证实 我们要把它留下来 因为留下来之后 才可以让后人了解 前面的人 他怎么样踏踏实实 在这条菩萨道上行走 而我们后面的人 要传承前面的人 这样刻苦刻难的精神 继续把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 坚持到最后的精神 还要传承下去 所以我就觉得 哇 上人简直就是神 因为他就在这个当下 他就让我们去了解了 921我们做了什么事 当我们被外界 突然这样问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说很多很多 也让人家有这个机会 再重新认识一下慈激 其实也是蛮好的一件事 在一首歌曲过后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因为口罩的事件 在网路上也被批评 那我如何在网路上 面对网路上的朋友 我怎么跟他们沟通 而我是用上人什么样的法 来对峙我当时遇到的境界 以至于我其实一直处在 清安自在很平静的状态 稍后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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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为何印象之后 前年故送间老去 一旦不为风和雨 生命中云含着无限善意 异法中酝酿了无量生气 是历历创造奇迹 是信仰产生勇气 疼痴刹那 把我的爱得轻易 细舍人自长生 为名等等相许 慈悲是预兆 生生不息的秘密 青春闪念 就会有不同结局 大刺大悲无量意 荆棘情深入流离 手指骨动起尽力 离灵光行念不停 连读器 嘅少这么多 之后 尽量 рад观世界 前一头 数捉 尽量 不停 快速 噪此大悲無量意 落车 荆棘情长如流离 手指不动起惊异 弥陵光行言不提 大四大悲无量力 荆棘情长如流离 手指不动起惊异 弥陵光行言不提 好 回到节目现场 要跟大家分享 我们中国大陆武汉肺炎的疫情非常的严重 但那边的医护人员面临到是一个相当困难的情况 因为病患非常的多 所以大家在超时工作 高压力的工作情况之下收治这些病患 因为我们也知道这其实没有药可以治 都是一些支持性的疗法 那口罩啊防护衣啊手套啊都非常的缺乏 所以呢我们在 有一位志工他正好到印尼巴黎岛去旅游 旅游的时候呢 就当时在湖北有一位在医院工作的我们慈激志工的师姐呢 就跟他联系说他们情况已经惨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呢要采验那个检体要检查 那我们那个检验师是不是要戴一个那个塑胶的那个护目镜 连那个都没有拿那个宝特瓶的那个 来割一大片来当做那个护目镜 你就知道那个情况有多么的惨 所以呢 在印尼度假的师兄 立刻就结束他的假期 开始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到处去买口罩 那后来 就跑了很多地方 然后呢 遇到了热心的计程车司机 然后还遇到了好心的航空公司 好心的货运公司 在一连串爱的接力之下呢 终于送到了灾情最严重的地方 疫情最严重的地方 然后我们的志工呢 就分别直接开车一个医院一个医院的送 直接送到大门口 因为不能进去 那甚至于有的医院说 我们这次发生事情以来 第一个来送来这个防疫物资给他们的单位 那可是这件事情呢 在台湾口罩也很缺的情况之下 然后就会引起大家的误会 以为我们把台湾的口罩送到中国大陆去 其实不是这样的 是从国外采购过去的 那也有人说觉得 词记的根是在台湾 怎么不先救台湾 但因为我们想的是那边医护艰难的处境 而且呢 要把中国大陆的疫情控制住 让他们的病例数快速减少 让这一波疫情赶快消灭 对全世界才是有福气的嘛 而且我们离他们这么近 但是仍然引起了非常多人的误会 而且呢 有的人就直接截图 他也不说是我们 是从国外各地把口罩啊 把手套啊 把防疫物资送过去 就直接截了一个图说 实际送口罩到中国大陆 当然就引起了很多不理解人的误会 那那一天呢 我就在这个脸书的留言串里面 帮忙解释 帮忙澄清 那当然啦 很多人他就会用一个不好听的言语 来回应我 那也有很多人呢 是我留言完之后呢 他懂了 他还会按我的赞 所以我会觉得说 其实 而且我是用我真实身份的脸书在留言 所以如果真的有人这么厌恶我 痛恨我的发言 他可以到我的脸书来乱 对不对 可是一个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台湾的人是 是好人很多 我们并不是那种一个很仇恨的国家啊 有战争啊 有暴力啊 然后让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很凶很不适 大家可能就是讲话的时候比较没有修辞 或是比较随意的讲出来 但他其实不是什么坏人 而且每个人见解不同嘛 那只是有的人表达非常非常的直接 那这其实透过沟通 透过解释 有的人就理解了 那有的人他还是继续觉得不OK 但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子的 本来就会有一半人是赞成你的 一半人是反对你的 也就是说你不管做得再怎么好 都不会获得全部人的认同 所以呢 曾经有一个哲学家吧 还是心理学家 他就说 如果你要 就是你要完全断绝这些烦恼的话 是是非非的话 最好的方法就是与世隔绝 但是这不可能嘛 对不对 而且你看他讲与世隔绝 这个意思就是 你看看我们有多少的烦恼 是跟人接触产生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跟人接触 我们就要学习上人一种精神 就是呢 上人就说 有的我们有弟子就问上人啊 说上人啊 每天啊 有这么多弟子来跟您诉苦啊 有这么多弟子 拿一些很难的情况来请教上人啊 那上人你每天这样子会不会觉得 啊 心情很沮丧啊 还是怎么的 上人就说他不会啊 因为呢 他就当他就把他自己当作一面镜子 然后呢 这个弟子来到他面前 跟他讲话 然后这个话讲完了之后呢 上人跟他回应了之后呢 这个弟子离开了 这个镜子就没有这个弟子啦 所以这个镜子又回到原本 空无一物的状态 所以呢 弟子在上人眼前来来去去 但是上人没有把这个 这些话留到他的心里面 上人也是把这些话在心里面 就跟着这个人就离开了 然后呢 他就把他的心思放在下一位 或是下一件要处理的事情上 所以我们如果 面对一些反对我们的言论啊 甚至骂得很凶的言论 如果我们一直把这个事情 放到心里去的话 你就会呈现一个 很不舒服的状态 那我这次跟 我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 来跟网路上的朋友沟通呢 第一 我就是用一个撒净的心情 怎么说呢 我就当做 因为很多谩骂的言语 在留言里面嘛 那我就觉得我是来撒净 要让这种生气的气氛啊 然后仇恨的心情啊 慢慢的让他消弭 因为不管是对什么事情 产生这样一股气在人世间 都是不好的 对不对 还有一种心情就是很兴奋咯 就是呢 我是以在慈济沙漠的心情 来播种沙水 怎么说慈济沙漠呢 就是呢 我们有的时候会 有时候会想 好像了解慈济的人就了解 不了解的人呢 永远不了解 我们要怎么样可以跟这一群人 说到话 好好跟这些人沟通 或是让他们来了解慈济呢 好像不太容易 对不对 因为我们每个人人际关系有限嘛 那这一次呢 正好就有人在网路上对我们指教 我就想 天哪太棒了 这就是慈济的沙漠 对不对 就是完全没有我们慈济种子在的地方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来洒一点水 然后来播一点种啊 我们就要让 这群人在这个机会之下呢 我让他了解一点点慈济 也让他了解一点 我们慈济在做什么事情 这样不是天大的好机会嘛 所以我就觉得 如果这样想就很兴奋 因为等于是他来问我的耶 不是他先留言的 我再回答的 有的时候我们还想说 我们还要等人家来问呢 还等不到呢 那现在这不是很好的机会嘛 所以呢 我就觉得很棒 我要把握好这个机会 还有一个就是 用慈悲心来对治恶言恶语 怎么说呢 就是呢 我看到那个人这么生气的在留言 然后看到他 他这样是 我就会觉得说 如果我们可以有这个机会 这时候讲一点话 让他的心灵境界有不同 那不是对他也比较好吗 还有一种就是 如果在这个时候啊 我让他知道一些正确的事情 让他不要再误会别人 或者是说再传递不好的讯息 其实对他的会命也是好的 如果这个时候呢 我可以来当他的贵人的话 那我会觉得也蛮好的啊 所以呢 我就是抱着很平静的心情在解释 那 解释这些事情哦 其实你是要准备的 要准备什么 第一 你要非常非常了解状况 那 那大家听了就想说 什么叫做非常非常了解状况啊 好 在一首歌曲之后呢 我再来告诉各位 我是用什么方法来了解状况 然后呢 把网友问的问题呢 都一一的解释给他们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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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论天上天下 不管星辰微商 不论寒冬烟香 不管雨也疯狂 不论虚日动生 不管落日晚霞 不论潮汐掌落 不管万物变化 仔细观想 尽情思量 飘泊的声音 万物无常 今日还巧 明日天阳 日中无恙 上次刹那 心情生年 不论惊讶 不论惊讶 好 所以呢 刚刚跟大家讲 我是怎么样把自己准备好的 在很多情况之下 我们会觉得说 被人家攻击啊 听起来好害怕 那以前大家都会说 上人啊 都跟我们讲 做就对了 对不对 可是后来上人呢 也说我们慈激人要勇敢 要事实的跟外面说明 所以上人有说过 我们慈激不怕人家来了解 而且我们在网路上解释的时候呢 信者横信 不信者横不信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其实不是要解释 给那些横不信的人 就是永远都不相信的人 那你说要解释 给相信的人听吗 要 我等一下再跟你说为什么 我们最重要的 我们是要解释给那些 在中间的人 他原本不了解慈激 就好比说 他不知道我们慈激921 做了什么 所以这个时候你跟他说 他明白他就懂了 他就不会被那些 不相信的人 说我们慈激921 没做事的人 给拉走嘛 对不对 然后而且我们留下了 这个留言之后呢 相信的人 知道的人 他可能不好意思留言 但是呢 他看到这些可怕的言论 终于有人愿意出来澄清 他就可以来帮忙按赞 所以我们每个人做的方法 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可以留言 帮忙澄清 有的人呢 可以按赞加油打气 还有就是 如果我们面对会员 面对亲朋好友的询问 我们才知道怎么回答呀 不能说 我也不知道 那不是就奇怪了吗 我们在 我们是慈激志工 我们不知道慈激 在921做什么事 这样好像也不行 所以还好 上人让大家去 回想 莫忘那一年 所以呢 我们就会理解说 在921的时候 大家做了哪些事情 所以我就看到 那个与神同行 第二集啊 里面有一句 很经典的对白 他就说 这句话 这世界上 没有坏人 只有坏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 其实网友 他们不是很坏的人 他们不是坏人 他们只是见解 不一样 而且呢 他们还误解了 这件事情就比较让人遗憾 所以呢 我们被误解 然后被骂来骂去 这对我们来讲 是很坏的情况 可是事实上 那些骂我们的人 其实他也不是坏人 他只是没有人 跟他好好的说明而已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要做到勇敢说慈激 那接下来 我跟大家分享 我怎么样勇敢说慈激 第一 我们要常常看大爱新闻 你会知道慈激 做了哪些事情 所以如果人家问我们 做了什么地方 我们做了什么事 哦 你就可以举你最近看 最近的看到的一个新闻 或是最近看到的一篇文章 你就可以知道说 哦 对 我们做了这些事情 那 当然我们大爱新 也有师父们的开示 师父呢 都会把慈激做的事 融合一些法来告诉大家 所以大家可以用文章的方式 就很快了解 那还有一种就是 我们对于基金会的财务报表 要很了解 那大家一听 啊 财务报表 这多可怕 我跟你讲 不可怕 我们跟大家说 我们基金会的财务报表呢 我们就是 每一年的五月份 左右的时间 我们会公布去年的 就是前一年的 因为我们前一年的 也要有一点时间 来收集汇整嘛 所以就是到隔年的 年中间公布 所以大家就想 所以现在网络上最新的财报 会是什么 绝对不会是2020年 对不对 因为根本才刚开始 那也不会是2019年啊 因为呢 我们还要整理嘛 我们要到2020年 大概5月左右才会公布啊 那5月公布的话 最靠近的一个5月 那就是2019年5月 对不对 所以就是2019年5月的时候 我们公布了2018年的财报 这样大家了解吧 好 所以我们现在网络上 我们可以看到 基金会官网上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最新的慈记基金会财务报表 是2018年的 好 我们现在来看 各位 打开我们慈记全球资讯网 在这个时候呢 我把这个网页放大一点 你就会看到 在这个最上面 左边呢 你会看到一个 我们慈记的logo 然后呢 在右边会看到 我们金色的屋檐 接下来再往右看 你会看到一个永续 继承果报告 就是在这里 好 我们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呢 你就往下看 你就会看到 永续报告书 年度报告书 往年年报 各位 你看 往年年报 2015到2017 那所以中间这个年度报告书 就是2018咯 好 我们就点进去 好 点进去 各位就会看到 这个是我们 佛教慈记慈善事业基金会 2018年的年度报告书 然后你一看说 总共大概200多页 天哪 200多页怎么看呢 各位 相信我 你慢慢的开始往下看 你越看 你就越会有功力大增的感觉 你就 你看完 你会很了解 我们的过去这一年 在做什么 我们慈记 有史以来到现在 我们一直都在做什么 你就会突然 有一种 被重新复习的感觉 你就 更 更可以去跟人家说慈记 那当然 你说那财报是什么 财报在哪里 请大家先看 我们在前面这些说明 当我们把这个每一页的说明 都看完之后呢 其实很多的疑问 你都已经理解了 好比有一个地方 我很感动 就是我 我在上礼拜 有跟大家分享的 我们做 减灾希望工程 减灾希望工程 是这个学校要盖 也要花时间慢慢盖 所以呢 我们是从 2014年的时候 我们启动了 减灾希望工程 我们呢 把台湾一些 比较老旧的学校呢 都拿来改建 所以呢 要到2018年底呢 我们在全球都在推动 而在台湾呢 我们已经完成了 21所学校 那接下来 今年还有5所 我们会在全台湾 包括苗栗 花莲 台东 屏东 跟高雄 我们都会 有我们的减灾希望工程 大家试想哦 在921大地震的时候 是发生在凌晨 所以大家都在家里面睡觉 那 没有人在学校 所以就算学校倒塌了 伤亡是非常非常的少 很少 几乎没有吧 对不对 那像四川汶川地震 就不一样了 这个地震是发生在大白天 所以 很多孩子都没了 听了真的是很令人难过 那 所以呢 他在这里面呢 会让你知道说 我们慈悸做什么 而且他会用一个 我们财报里面 有一些 很简单的图表 告诉大家 好比说 我们在忌贫这个部分 对弱势家庭的教育辅助 我们包括什么 我们包括助学的补助啦 心涯奖学金 弱势学子人才培育 学校教育关怀 营对成长班 克服班 青年志工的赔利 所以呢 很多事情 我们可能不大会 那么全面的了解 因为你透过每天 一个一个的讯息 你可能在你脑海里面 你不会有一个完整的面棒 可是你看了前面的财报 说明 你就会很理解耶 然后你看 在第二十二页 你会看到 我们慈激的 长照在做些什么事情 包括呢 我们的访式陪伴 这就是居家关怀啊 独老关怀 心灵抚慰 电话问候 还有经济上的补助 又分为长期的生活补助 医疗补助 短期的生活补助 物资的提供 还有居家环境改善 那还有长照2.0啊 就是呢 我们呢 很多环保点 都变成了我们的巷弄长照站 还有一些失智关怀 当然我们在慈激长照 还有一个做环保 上人不是说吗 看到很多老菩萨 每天做环保 他觉得他人虽然老了 可是呢 他还是可以为地球付出一份心力 他生活有重心 他每天都觉得很充实 很欢喜 这种精神的支持哦 是对一个一个人的健康 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然后呢 长照下来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 我们一些做的事情 好比说我们的振灾毛毯 我们在2003年到2018年 我们回收宝特瓶 做的这个振灾毛毯 送到全世界去 已经送了各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 108万条的毛毯 然后呢 一条毛毯呢 用78支宝特瓶 你就知道 我们省下了多少石油 因为宝特瓶是塑胶制品嘛 它也是石油的副产品嘛 然后呢 我们的用宝特瓶回收 做成的环保的毛毯 它在制造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不染色了 所以呢 我们会节省掉很多用 很多水的使用 总而言之呢 在我们这个财报的说明当中 还有你看到 2018瓷记行动力跟 行动数据 就会知道说 哦 看到了 2018年我们瓷记动员了多少 然后被帮助的人有多少 在这个地方都看得很清楚 其中哦 我很感动的就是呢 我看到了 他们基金会在财报的说明当中呢 他用一个图来告诉大家 我们捐款跟收入各是多少 各个项目的捐款收入是各个是多少 这是一个圆形的圆柄图 那其中在慈善的部分呢 他就有讲到我们呢 在2018年的时候 我们在慈善的部分呢 我们收到的捐款呢 是67亿 但是呢我们支出的部分呢 有71亿 所以呢 我们瓷记并不会因为没有钱 就去跟人家说 哦 没办法了哦 我们今年预算已经到了 不是 该帮助的人 我们是不会中断的 所以有的人会说 啊 慈悸呢 吸收台湾很多的捐款 可是呢 其实因为慈悸做了很多事情 让很多人看到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捐款 所以没有人 没有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被迫捐款的吧 或是被迫捐慈悸吧 所以呢 都是因为启发了他的爱心 他愿意支持 加入我们的行列嘛 好 然后呢 在这个财报的 你看完这个整篇呢 你会看到 我们的那个说明之后呢 到最下面的时候 你才会真正的看到我们的财报 那个财报 对我来讲就是一种 我看不懂的报表了啦 什么资产负债表 什么的 那这些东西呢 要特别跟大家讲 我们的 财务报表 是安侯建业 会计师事务所帮我们认证的 所以人家会说 有的人会不明就里的乱骂呀 说也可以造假账啊 什么什么的 各位跟你说 安侯建业会计师事务所 它是全球前三大 会计师事务所 它怎么可能会为你 这个组织帮你造假 因为造假 它是会被 它是会被撤掉 它的执照的 所以不会有会计师事务所 做这种事的 像你会发现啊 有些时候在股票市场啊 有什么公司要倒闭了 有没有 连会计师都 不出具报告 不出具查核报告 就是会计师知道 他们财务出问题 财务 会计师也不会帮他们背书的 所以呢 我们用这么大品牌的会计师事务所的报告 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找一个非常有公信力的团体 而且把我们花的每一分钱都详详实实的统计出来 记录下来 所以在官网上 当你看完这些就会有功力大增的感觉 你就可以看别人问什么 你就可以回答什么 我们既然要跟人家说词记 我们就要有东西可以说嘛 是不是 好 所以呢 这就是 我跟大家说 我怎么在网络上勇敢说词记的方法 好 那接下来还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呢 最近呢 您进到我们词记基金会的首页 就会像现在这样子 你会发现它 它会跳出来一个框框 这是呢 我们上人每日一叮咛 是由我们金社的清修士 他会把上人的开示 关于防疫的开示 用很短的 很惊要的文字 再配上我们金社同仁 林婉琪 阿坂的图 做成一个叮咛卡 让大家可以传给您的好朋友 那同时 各位在这个框框的右下角 你会发现 写了一个叫做 记住符卡 怎么样记住符卡呢 大家点进去看 好 点进去看 你就发现说 哦 原来呢 这是一个做卡片的网页 好 怎么样做卡片呢 你可以选择 繁体中文 或者是简体中文 好 点下繁体中文 你就会看到这些卡片了哦 好 好比说我现在就选择最上面这一张 我就点进去 点进去 因为我又写一个收件人哦 好 比如说 哦 好 大爱网路电台 主持人好 然后接下来你可以写 你就可以写你自己的话哦 感谢大家每天制作这么好的节目 充实我的心灵 哦 好 当然你也可以引用近思语 好 我们来引用一个近思语好了 我先把这个删掉 我先来引用一个近思语 好 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呢 世事无常 善接各种人生变化 求人生才能自在 好 那我前面再附上 我刚刚跟 我刚刚跟 网路跟主持人们讲的话哟 感谢大家 每天制作这么好的内容 充实我的心灵 好 OK 这样就写好了 对不对 然后我要我的署名 署名啊 好 区分 写 然后这时候你就 完成了 哦 哦哦 字太多对不对 回去 啊 哦 重来一次吧 好 没关系嘛 好 大爱网路电台主持人好 署名 区分 好 完成 我们就决定用这条件 就用这个禁词语好了 好 这样子呢 这个时候你就在这个卡片下方有个下载 你就下载之后呢 你就会取得这张卡片 当然你也可以复制这个卡片的网址 那别人收到这个网址 他要再打开才要看得到这个卡片 可是如果你想要直接让大家看到这个卡片的话呢 你就把这个卡片下载 你就可以传了 好 好 这就是跟大家讲说 我们要勇敢说辞技 然后呢 我们也要多多关心我们身边的人 在武汉肺炎发生这个情况呢 我们也可以用官网的这个送祝福的卡片 送给我们的朋友 节目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上人在2003年SARS的期间 上人的开始 我现在念给大家听 你就会发现 跟现在武汉肺炎的情况 上人跟大家叮咛的事情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上人的开始真的是历久弥新 上人说 恐慌担心无济于事 唯有虔诚戒慎 调试好自己的生活形态 防疫之道 首要管理好自我身体健康 素食不杀生 减少病从口入的机会 勤洗手 如果有发烧咳嗽等症状 戴上口哨 能保护自己 也照顾别人的平安 这就是自爱爱人 除此之外 也要保护心灵的健康 克服贪欲 启发爱心 清贫过生活 外在的病毒依附生命而生 人心烦恼 依附痴念而生 要避免病毒致病 应配合防疫 要消除人心烦恼 应摒弃痴念 回归清静心 人心贪嗔痴 堪称心灵病毒 对社会的杀伤力 远超过外在病毒 人人心念前程 为天下无灾难 社会祥和 人心进化而祈祷 更要启动爱的循环 复卫大地 关怀众生 好事天天做 疑善破千灾 累积善的力量 化解恶的共业 才能够真正杜绝灾恶 请大家多用心 所以呢 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 也告诉大家 在我们行菩萨道的路上 本来就会遇到考验 但是呢 跟大家用一句金丝语 来共勉 上人说 路必须去走 才能到达 苦必须去受 才可以消除 今天节目 在这边告一段落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个礼拜 同一时间 空中再会 我们下个礼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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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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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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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